陆老师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 大型甩锅现场 你呢 想分手 终于找到借口了 锅拳甩给你妈 你呢 想抵抗 想对抗 想抓住人 锅也全甩给你妈 当妈最可怜 真的 当妈最可怜 你说她是妈宝也好什么样 她真不是妈宝 为什么 妈宝是强制性的 她妈是你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必须怎么样 她还真不是妈宝 我跟你说 都是甩锅 哎呀 那个妈呀 真是背锅侠 为什么我说 今天是一个甩锅现场 因为其实已经看到 激情消退之后的状态 你那个短片 是激情还在的时候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激情消退之后是怎么样 我都不觉得说 谁错了 我还是正常的 但是 我就提一个要求 不要甩锅 毕竟是长辈 你也一样 你妈支持不了你 你妈也没有办法 教你抓住一个男人的方法 当一个男人 表露出 他真正的心意的时候 要么你 能够有自己的办法 去让他去重新感动 重新喜欢上你 否则就放手 你妈帮不了你那么多 就这样 谢谢录器了